行政院长陈建仁到高雄访试企业 禁用中高龄者就业情形 并勉励饭店业者善用中高龄者 及高龄者人力情形等优良事迹 同时期许国内企业 事业单位能积极响应 场观合作 营造友善就业环境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 要能够来好好的 任用这些中高龄的工作者 这个企业组是要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要有勇气 而且要有智慧 而且要有仁慈 仁爱的心 那这里面为什么我要想说有智慧 像刚才我们林总经理讲的 整个他们的企业集团对于人才的训练 是有一套很好的计划 那这一套很好的计划 就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来到了我们这一个饭店 就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终身的职业 终身的职业 那这是很重要的 2015年2016年以来 我们就意识到说 其实这个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人力的部分逐步迈向年长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接受了 我们求助于这个银法中心 那我们这边也接受了这个南区银法中心 很大力的协助 那在近这几年 更是受到这个劳动部 人力发展署的这个协助 让我们的体系运作能够更趋的稳定 曾经人访视中高龄员工工作情形 员工表示公司相当照顾 并体恤中高龄员工 透过职务再设计 公司弹性也有申请辅具 我在五年前是甘榜25年 一般就是20年就可以退休了 当时因为老实讲 说比较真实 我们还是要生活 因为你越来越 年纪越来越大 你不工作 你叫我每天退休的话 那种日子老实讲 不习惯 所以我继续下去 但是公司照顾我们 二三十年 我们还是要感恩 我在汉平工作十八年了 然后公司是一个姓俗企业 对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 也是有蛮照顾的 就是从年轻做到现在了 十八年了 很久了 我们目前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了 目前的工作就是 做得还蛮快乐的 而且现在那个政府 那个又有补助 我有呼吸 也有呼腰 对我的工作真的是帮助蛮大的 工作上就是蛮有帮助的就对了 公司对我们也很照顾 饭店透过企业人力资源 提升计划的补助 强化员工专业资能 并透过 疫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 补充短缺劳动力 协助提升经营效能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